來到最新一期星運 今期我就不會就著新月圖 去做一個general的星判分析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接下來這段時候 最大的量點 不單止是量點 是最大的危機 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在我 在5月17號的凌晨 4點35分 其實已經公佈了出來 詳情我會在這個post的文字內容 我會把連結出來 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講起我每一個post的文字內容 其實我自己出post 我塔尖亂林出post 是真的圖文聲並謀的 大家千萬不要只看圖 或者去聽片 就不去看文字 因為最近竟然有客人說 咦? 不知道我塔尖亂林 是正在做一個黃色經濟圈 去幫其他黃店優惠的一個campaign 是的 我說咦? 其實我在 我在我每一個post裡面 我都會打這段文字出來 他說我沒有看文字 唉 真的 怎麼幫你呢? OK 好 那 也當我想說什麼呢? 是的 同時在這個post的文字欄那裡 我也解釋了 那就真的成門口愛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信任 是的 那我今期真的是超忙 因為我開升盤 就是我算命層面那邊 那些客人已經排到去才拿去 是的 就是我塔羅占卜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是24小時候 或者 就是如果有時太晚 那就每天吧 是不是? 但是我不會拖的嘛 塔羅占卜 是的 但是呢 算命那條隊真的排得太長 那就 嗯 令我不得不作出這個沉痛的決定 就是說呢 接下來15滿月的那個星運呢 是要取消 是的 但是不如這麼說吧 其實 我寧願 跟大家趕緊取消 有一個心理準備 而如果我到時真的有空 我真的搞定我算命那些客人呢 我反而到時出 令到大家有一個bonus 明白嗎? 不要到時才說沒有啊 那那個負面情緒會更加大了 是的 但是我想一想 因為 其實 最近 真的差不多 我想2020年以來 那個星運呢 有很多的制度和模式 都是不斷的很多的改變 但是 大家不要怪我 因為 正所謂 知否世事上邊 便還原是永恆 是不是? 所以呢 是不斷的進步 很多的改進 但是呢 我不想經常好像有太多的一些 翻天覆地的改來改去 令到大家 產生一些厭惡的程序 那不如我這樣說吧 嗯 我不要說一刀切 一定斬走了 十五 接下來十五個滿月星運 是的 但是呢 綜合所有平台 是的 如果最高like數的三個 是的 的三個星座呢 那我接下來 即是今次 是今次這個初一星運的每一個星座 哪三個是最高的like數呢 綜合所有平台 是的 那我就 在十五滿月那一期 我就寫刀寫出來 是的 但是 還有 Absolutely Speaking 你也是要過了20個like的 是的 因為 坦白說 你小貓心思就是我做 是不是? 就是 大家可能都是鬥 每一個星座都有一兩個like OK 那難道我 做給兩個like那些題嗎 是不是? 那 即是沒有什麼用 是不是? 是的 那麼 也是 Facebook我想見到紅色深深 不想見到藍色的那個手指甲 好 那最後 雖然我一開始就說 不會去講 就是就著這個新月圖去做一個分析 但是呢 不說還需說 是的 不講還需講 因為我畢竟呢 其實說真的都已經是 去 幫助了這幅新月圖回來的 OK 那 真的很簡短去講講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最重要是這個三分上 OK 很多的藍色線線 就跟這個新月形成了一個三分 那同時呢 這個天地 即是這個IC就有這個 金液合水的 是合得正正 是搭正這個IC 那其實今期這個農曆潤勢 會發生什麼事呢? 一些婚生家 爭遺產 離婚 兄弟 一些家族的決裂 是的 OK 好 那 但是 但是最重要那個 最嚴重那個 星象分析 在接下來是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就看回這個文章 就是這個post的文章的那個 那些link 是的 就是我在5月17號的凌晨 4點35分已經有講的了 那就接下來 唯有祝大家是平安大吉 無論你是上星還是太陽 八陽座的朋友 嗯 是的 在這個農曆潤勢 4月呢 自身正體還是會怎樣? 喇 它可以是說你自己一個取態 那當然啦 你可以說是 就是一個對方 是的 就是你的可能那個伴侶 感情伴侶 是的 那就是這個 scenario 總之會發生在你身上 但是做那個可能是你自己 還是是對方 OK 這個就不知道了 OK 那是講什麼的故事呢? 就是說 大家都聽過一句啦 休息是為了走近遠的路 是不是? 那如果放諸是感情呢 其實有時候有些東西叫小別性身分 在英文都有一個equivalent 它叫distance makes the heart grow fonder 是的 小別性身分 中文明了 Distance就是距離 令到你的心 令到你們那個中間的那個愛 是會 grow fonder 是會令到他們更加開心 是的 因為 就是因為有這個別離 OK 阻隔 才令到你們更加去思念對方 是的 那所以呢 其實 你們要去學懂 Appreciate 這個分離 是的 你們要去看得清楚 距離的藝術 OK 有時候不是說什麼都要黏到十一十堂 黏到這樣就是最甜蜜的 有時候就是因為 商隔 所以才會商事 是不是? 李青照也有一首詞 一種 哎呀 糟了 講到後面 一種商事兩處行仇 是嗎? 是的 一種商 是不是沒有記錯是不是? 花至飄零水至流那個 哎呀 這個叫什麼呢? 一剪回 忘記了了 OK 是的 那就是 所以呢 如果在一些關係裏面 是的 你的伴侶是離開你們 是的 我不是在說死別 但是在說生離 OK for whatever reason OK 或者你們是被迫需要去 有一些冷戰的階段 冷靜 大家去做一些檢討 去思考一些關係 你們不需要震驚 OK 不需要覺得哎呀 糟了這個感情不是沒有了 哎呀他是不是不喜歡我 哎呀怎樣怎樣 不需要 冷靜一點 麻煩你 淡定有淺症 是的 其實 雖然 是暫時有這個的阻隔 OK 但是最後 很大機會 很大機會 其實這個呢 就要 depend上你們那個星盤 你們那個太陽和上星 即是太陽或者上星 在八陽座 在哪一個度數 以及它有沒有同一些空星形成一些角度 是的 如果有的話 那幫你不到 是的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是的 如果是OK的話 是的 如果是一個吉祥的話 那 在六、六、六、四月 其實是有機會走在一起的 是的 還有之後你們那個關係會更加甜蜜 是的 另外還可以提一提 就是 這個就是 講感情以外的事 是的 就是說 如果 你們要去有一些很大的項目 要去搞 例如去做一些工作 那你們去 即是你們要去封閉自己 以及要封閉所有的人 是的 因為你們接下來是要 就是 注定 如果要 真是去達成一些目標 是要萬元放下 是的 萬元放下 斷錄親 OK 一定不可以受到一些外界人際關係的牽叛 因為那些是一些踏腳石 你們要懂得 要明白 有時候 alone 不代表 lonely OK 聽清楚一點 alone 不代表 lonely OK 你們要學會獨處的藝術 OK 然後 你們在 by the end 又是by the end 這個農曆養四月 這件事就有望是成事的 OK 所以 乖點 心要定點 不要經常在這裡玩 要跟誰去社會 什麼什麼 OK 你們要注定是要孤獨一陣子 但是這個孤獨 是非常之對你們有利的 希望你們可以去學會 Appreciate 孤獨的藝術 是的 再說一次 是alone的藝術 oh shit alone的藝術 就不是 lonely的藝術